参考消息网12月6日报道 据法新社12月6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抵达阿联酋 此次罕见的访问表明 莫斯科正寻求在国际舞台上重新主张自己的地位 报道称 因乌克兰冲突而被西方孤立的普京正在中东寻求盟友 他将在这里商讨石油、贸易和巴以冲突等问题 报道引用克里姆林宫的声明说 普京已经抵达阿联酋进行工作访问 他计划随后前往沙特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和其他官员在机场迎接普京 报道称 克里姆林宫在普京出访前发表的声明中说 他在阿联酋的议程将包括贸易和石油 阿联酋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经济伙伴 克里姆林宫说 两国2022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90亿美元 另据路透社12月6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在与阿联酋总统会晤时说 俄罗斯与阿联酋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普京表示 乌克兰局势和当前的巴以冲突将是讨论的话题 报道称 普京此次罕见的出访阿联酋和沙特 他还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讨论石油、欧佩克加合作 以及加沙和乌克兰冲突等问题 又据俄新社12月6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飞往阿联酋期间 四架携带空空导弹的苏-35S战斗机护航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护航视频 俄罗斯国防部在视频中展示了普京乘坐的 伊尔-96在四架苏-35S战机护航下的飞行画面 专机两侧各有两架战斗机 每架俄罗斯战斗机都携带四枚空空导弹 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苏-35S战斗机将全程护送普京专机 包括从阿布扎比到利亚德 然后返回莫斯科